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乃至于就是对对方说的有不满的 有质疑的 还有就是想要强化的 任何的原因都可以使用 就摄影棚大乱斗就对了 是 那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大致讲了就是今年入围的所有的片单 所以我们现在讲大家都很关心的演员奖项好了 两位觉得谁应该夺得最佳男女主角奖呢 没什么好说的啦 这当然要先讲话 当然是男神啊 男神 但其实坦白说我自己有点犹豫 我个人是就是因为出于影迷的那种 不好意思露出影迷的四星 而且我真的也觉得模仿游戏里面 这次这个班乃迪克 他其实把很微妙的这个传奇人物 他一方面有点就是执着那个偏执于解码这件事 但另外一方面他后来就是爱于自己的同志身份 然后那样子人性的那种矛盾跟脆弱的 你看得到他诠释的非常的细腻那样 那这个当然对我来讲 男神终于出柜了 终于坦诚他跟华生之间的爱情那样子 而且就是真的是 就是如果说现在当代就是谁新一辈的演员 谁像他那个年纪 谁演技能够这么好 真的他是无人可以出其佑 所以就觉得应该非他莫属 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鸟人连假法片都脱了 苦恼了很久之后 我也觉得私心我其实也比较喜欢BC的演出 就是说当然像刚元凌说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的情绪起伏是很大的 但是从头到尾他又都演出一个 因为你平常常常看到BC演其他的角色 你知道这对他来讲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尝试 那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说我自己喜欢他的演出 但是要预测谁会得奖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会要 就是今天如果是要赌的话 你还是会赌麦克基顿 对 不管是他这一路以来的声势 或者是说奥斯卡 或者是整个美国演艺圈 一定很喜欢一个这种东山再起的这种戏 没错 那再加上当然麦克基顿在鸟儿里面演的也是相当的好 也还OK 对啊 那其他的 不是就还OK而已 OK而已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几位我觉得像 比如说 斯蒂夫卡瑞在 暗黑冠军路 当然我觉得他也演得很好 或者是像 不管是艾迪瑞曼演 演霍金 或者没有那么喜欢的 德伯利·库珀演剧机首 但我觉得他们这三个角色 我回想起来 他们都演出一个让你几乎认不出来他们本人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们变成那个样子之后 他们就维持那个样子就好 就是说他们的角色没有很大的 没有像BC的那种到后面很脆落 落泪 对 然后但是前面很兴奋的 或有一种自我英雄式的那一个 那个气势 那个饱满度 角色的饱满度 对 我觉得的确是那个 那个众生是有差的 那这里我也觉得也要替那个斯蒂夫卡瑞对 卡瑞来讲一句话 就说坦白说真的 就我真的被他吓到了 那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到中间 我就觉得他很眼熟 他应该是他 但就不是啊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然后 而且他那个阴森 让人那种不寒而栗的那种程度 他不用讲几句话 然后就这样一个很斯文的眼神飘过来 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变派 完全的make sense 然后那个眼活的程度 我们在讲那个角色的厚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会更 他是更厉害的 再拉回来 今天讲个人喜欢跟得不得讲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因为我觉得奥斯卡 这么五千多人 应该 大家比较不喜欢给这么阴森成韵的人 而且他最后还是个坏人的感觉 我就说不能鼓励坏人 你知道 在得奖的价值上 他如果得奖 我觉得眼镜真的要掉下来 掉下来 这么的挺BC的 那最佳女主角奖呢 我觉得最佳女主角就几乎毫无疑问 Julian Moore 我觉得应该是一定会得奖 尤其在金球奖跟他都各得一个女主角的Amy Adams 居然在奥斯卡反而没有入围之后 我想这个态势很明显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觉得他在我想念我自己的演出 当然是 当然是没有无可挑剔的好 你实际去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几乎是他一个人的演技 撑起来那整部电影的百分之也许百分之八十的力量都在他身上 他另外一部演女配角的奇莫星图 我看他在奥斯卡好像连提名都没有提名 那其实他演那个角色也很 我觉得那是 奇莫星图本身就是已经是一部 像刚刚袁林在讲《阿黑冠军录》那样 会让你看了已经有点快疯掉的电影 那他又可以演出那样的角色 那也非常厉害 所以当这两部片的印象加持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得奖几乎是事无可挡 当然除此之外 昨天有讲到说瑞斯维斯彭演Wild 我觉得其实也已经演得很不错了 尤其 这样讲起来好像本来对他的期待没有很高 但我觉得他有把那个在电影里面 因为他藉由回缩各个不同阶段的 不管是意气风发 或者是很绝望 或者是很混乱 那甚至到最后他在整个在爬山的过程里面的那一个层次 我觉得的确是有演出来的 那在譬如像我自己私心当然也蛮偏爱爱的《万物论》的女主角 我觉得他从 他从一个少女演到一个少妇的那个气质的东西 然后是一个相对内敛 但是你又可以觉得他内心有很多挣扎在那里的那个角色 这几个演出我其实都都蛮喜欢的 《爱的万物论》我不太赞成啦 这个你就是偏傲女色 没有办法 对 我也觉得 另外两个相较之下 其实就比较素颜 对不对 没有那么美 那但是怎么办 这用不到 因为我也觉得那个 Steel Alice就是朱莉安摩尔这个 真的是 就是女主角的这几部片里面 他这一部是让我哭的最惨的 到中间后来就是只能自己庆幸就是没有跟朋友一起去看 不然就是很丢脸 然后就就是会让你哭到一个很夸张 那他的演技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演一个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 然后最恐怖的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高知识分子 他是语言学家 语言学的教授 对 然后越是高知识分子 越是你原来是这么的优秀 那当你慢慢的失去你的记忆表达能力 甚至是到对他来讲是失去自我的时候 那个中间的那种从一开始的不相信到发现了 然后准备要面对 然后家人也要怎么样的来面对 然后甚至是有一些些的挣扎 是不是要自我放弃阿 这些的 那个历程你看到他演起来 就是说是完全的行云流水的 很自然的就跟着他去经历了那样子的过程 然后也跟到后面哭到死那样子 那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一次 其他几位虽然甚是很强 可是在这个整体性跟完整性 还有就是真的这部片有点是为他量身定做 就dominated去去演绎出来 就是你真的不管是戏份 然后表现度 这个部分真的是他完全 那唯一可以稍微批题的那个 生下勇敢这部片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想要称赞的 不是这位金髮游物而是这个导演 你看到这导演去年替马修麦卡纳打造了那个 要命俱乐部 然后就把他推上了影帝 那这一次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怎么这个导演其实很巧妙的去挖掘 这个演就每一个演员 同样去年是以男性为主 然后今年是以这个 那同样都是有点边缘的白人 就说人家会说是white trash的人 好 那但是去挖掘他们的那种漂泊 或他们的生命的低潮 然后面对那样子的东西 他怎么样去面对 或者是说已经到谷底了 你已经没办法再荡下去了 还可以怎么样 那我觉得那个部分他其实很精彩的 就导演是很精彩的去帮助了演员 在整个影片的叙述上面 所以让他不仅是他表现的好 而是影片其实是替他加分的 让这个人物本身是丰富而饱满的 对 选对了好导演就会带你上天堂 没错 选错了就下地狱 《暗黑冠军录》里面的那个茶名 大家以前都觉得他是 应该说是南花瓶 就是说胸大无脑的 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是胸大没有错 而且是演摔角手 只会摔角 但是那个感情 他的那个讲不出来的苦处 完全地表演出来 最佳男女配角奖呢 大家的预测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又突然又觉得年少时代 那真的还不错 但我说男女配角这两位 医生或客就是觉得他的白发 他的慢慢地畅老 小肚男 其实是有一点 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就强度来讲 因为一直都觉得要预测 所谓男配角女配角是最困难的 他不能穿得比比新娘漂亮 但他还是要有存在感 这真的很难拿 所以既要旗鼓相当 但又不能够outshining他那样子 所以这次其实坦白说 年少时代这两位 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年少时代的主戏 这两位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父母的角色 那但是再回过来 又会觉得 那照这样子 其实应该得奖的是导演 而不是这两位 而不是最佳男女配角 对 因为他们在整个比例 在影片的叙述上面 其实 其实多亏了导演给他们那样的空间 才能够呈现出来了 先讲男配角的话 我觉得 几乎毫无疑问 最后会得奖的一定是 JK Siemens JK Siemens 而且甚至我会觉得他 比起我们刚刚讲的男女主角的奖项 就单一角色而言 我觉得这是今年 演的最精彩的一个 一个单一的一个角色 那包括从 从刚刚讲的那整个情绪深度 从一个魔鬼般的样子 到一个很脆弱的样子 他都有 他非常强戏 他的那个强戏 是不断的跟主角对戏的那种强戏 所以你又不能否认他是一个配角 那再加上当然这位演员 当然大家都形容说 他连走在走廊上的那个皮鞋身都有戏 或者是在外面的一个模糊的背影 都有戏的时候 你就知道 已经不是只是演员厉害 而是导演怎么样 藉由整个故事的酝酿 让你对这个人 那个神秘感 还有对这个人的 那个气势的那种害怕的程度 所以我想他几乎是毫无疑问会得奖 那除此之外 当然像刚刚没有提到 鸟人的艾德华诺顿 其实我觉得也演得 也演得不错 因为他在里面演一个 换掉另外一个角色的配角 但他一出来的那种 至少还有几场戏是掌握全场的 让你觉得他的那个东西 但当然他是很over的 但是鸟人整部电影就是一个over的电影 对鸟人的艾德华杜队在前 尤其他一出场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就是很精彩 但是当后面他开始就是说 我自己个人认为鸟人这部戏 其实是两种演员价值 或两种演员方法 就某部分来讲 是两种演员方法的辩论 一种是就是主角 他的这样子传统的方式 那你看艾德华诺顿 他企图去对比的 是另外一种新的 他上舞台 平常私生活硬不起来 在舞台上硬得起来 就是说真假之间对他来讲 就是说什么才是真 什么才是假 其实他是打破 传统的演出方式的 对立的关系 其实到后面反而弱掉 到后面就没了 他可能有 但被导演剪掉了 或者是什么 可是就是说你看到最后 这个片子比较凌乱的 就还是归结旨在鸟人 跟他自己的那个荧幕形象 或者是说他的那张大海报的对峙 这里得要讲 就是我对鸟人很不满的一点 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鸟人 就海报上的那个出来的时候 突然觉得 是死亡笔记本吗 就 太吵痛了 够了真是 就有点觉得 怎么这样 就这样而已吗 就 所以就小失落 你知道我还蛮期待的 还是很好看 可是就变死亡笔记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沮丧 所以我其实觉得埃德华诺顿的 是有一点点 被导演牺牲了 你知道 就是像当年一代宗师里面 梁朝伟 就是 就被牺牲了 所以张子怡就出来 那种感觉 我觉得其他其实也值得提的是 马克努法洛 很好玩的是 我在看暗黑冠军录之前 没几天才看漫哈顿 类似 就突然有一种 我这人真的 变了一个样子 而且他真的 他上场 他一开始上场 就跟 跟 在那边打 打了一阵子 你会觉得 这是真的有 他有进去那一个角色里面 即使他被满脸胡渣 他挡起来 你几乎快不太认得他 或可以说 整部暗黑冠军录 每一个角色都 被某一个 脸的样子 挡在后面 可是你都可以感觉到 他在后面 的那一个 那个厚度 对 然后女配角的话 我也觉得 那个派决系阿贵 都应该是 胜算 似乎目前看来 相对比较大 虽然 我又要说我私心 当然也是很喜欢 艾玛斯东 但是他 他 他 下次还有机会 下次还有机会 反而是那个罗拉登 就是勇敢里面 另外一个 野妈妈那个角色 他的坦白说 他的戏份 其实并不是真的很多 可是我觉得 他是 画龙点睛的 那个点 点亮的 如果没有这个妈妈 在这个女主角的 回忆里面 这样子的出现 而且我觉得他的演出 是非常的自然而生动的 这个母亲的力量 母亲的诠释 在他记忆里 是这么的精彩 所以你才会觉得 对就是因为 那个 那个思念 或者是那样子 记忆里的栩栩如生 是真的是会促使一个人 踏上这么绝望的 的长 长途之争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核心这个 作为support的角色 做这个力道是非常 很强的 我也完全赞成 杰克杰倫厚的 尤其是独家的新闻 而且 我相信这部电影 踩到很多痛角 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那个踩到的痛角 其实踩到我们的痛角 应该说 踩到所有中产阶级 努力向上他的人的痛角 对 接下来我们要谈大奖咯 最佳导演 准备好 是谁 我觉得年少时代的 The Returning Letter 会得奖 这是预测 然后我自己喜欢的话呢 我喜欢鸟人 这两个 我觉得年少时代会得奖 这是一个 我对今年的预测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的 他的 应该说他的拍摄的idea创新 然后就像刚刚说的 他的整个题材就是 就是一个 昨天我们讲过说 他整个题材就是 家庭成长与时间 等等的这些 温馨取向 或是非常励志 正面 正面能量取向的一个东西 那因为这个idea很特别 而且当然我们 这上次也在题目里面 谈过说 不管不管你觉得 这部电影是不是拍起来 idea先决定一切 但至少 Richard Linklater 可以到最后 他从头到尾 十二年倒下来之后 整部片剪起来 让你看起来是很顺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的确是 是一个成就 所以我觉得他会得奖 那但是要说厉害的话 这点就等一下 原理应该就 对 我现在就要敲了 我的确是有被 被鸟人的导演收服 这也是一个idea的发想 因为他从一开始拍 他这部片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 他没有入围剪接 因为仔细想起来 也许评审觉得 这部片几乎没有什么 剪接发挥的空间 因为光在storyboard 或者光是在他一开始 你定整个故事的流程的时候 那个剪接就已经定了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 这个东西 他有办法把他 像他自己讲说 我们是在高空走钢索 他有办法把这部电影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把这整个 从头到尾的东西 把这些演员掌握起来 把整个场地掌握起来 然后讲出一个 让你在看的时候 觉得好像是精心 感觉好像精心剪辑过的 那种紧凑感 但是又没有剪辑 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恐怖的事情 对 不管年少时代或鸟人 都给我 我都喜欢 但都有一种 萧萧可惜的一点点 就是觉得他们好像 还可以再更好 比如说因为我自己 一直是那个鸟人 这个导演的音乐 我就觉得这一次的片子里面 他到后来有点凌乱了 所以简洁没有入围这件事 我也觉得应该 就是这样讲讲奥斯卡的观众 还蛮雪亮的 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 就是他对于这个人的掌握 他到后来就是说 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去 就走到哪里 那我其实很着迷的是 他的摄影 跟他的音效 里面不断出现 我说鸟人这部片 不断出现的那个古典 古生 那像是一种心理的那种线索 然后随着他 在那个舞台的后巷 猫道里面穿梭来去 那个像是迷宫一样的地方 其实也反过来 变成是麦克尔吉顿的内心 的一种反射 对 那这个部分的掌握 其实我自己觉得 在一开场前面的30分钟 是非常的迷人的 但他后面走着走着 他自己好像也迷路了 一下到阳台一下过去 然后到底要走到哪里 穿内裤出去 这真的是非常精彩 可是又再回来 就是说 那个中间 他自己有点 转哪转哪转 就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 但是那个张力 跟对于这个人的关注还在 所以真的要我说的是 其实我觉得李察 是赢在时间 他就是用生命去换 所以就导演功力来讲 其实 所以又是没有功劳 又苦劳 他就只有苦劳 所以给他影片就好了 那样子 导演不可以 导演不是他 就是我坦白真的讲 就是说 这个概念是很棒的 然后而且这个概念底下去做执行 但是他也达到了一个基本分 但是他也没有超越这个基本分 就是说我觉得要以这样 就是在拍这样子的 就是花十二年的时间 每一年去做记录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已经成立了 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东西并没有再多导演的功力 那反过来的时候 鸟人不管在设计上面 在掌握上面 在人的那个挖掘上 我这样讲好了 一个是放手 然后一个就是你要看就是 要我给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鸟人 他的那个掌控 即使他后面迷路了 可是在这个部分的雕琢 或者是说导演功力的 不管在视觉 在于音效 在于就整个场面 还有整个对于这个人 角色人物的关注的 这个力道上面 这个没有这个导演 这部片就不存在 没有这个导演 跟没有这个男主角 那坦白说 只有这个男主角 没有这个导演 这部片也不存在 对 那相较之下 最佳影片 就是年少时代这部片 就是说当然 理查他的那个 对于每个人的那种 细水流长的 这样的一个收整 跟铺序 是非常的迷人 可是这个案子 前提设立了 十二年拍下来 最后如果不是他导了 这个案子还是会迷人的 OK 对 所以圆琳最佳影片 是投给年少时代吗 预测 预测 对对对对对 个人私心呢 个人私心其实我还蛮喜欢 暗黑的 怎么办 就是 但我其实觉得他不会得 就是 鳥人跟暗黑啦 我比较是阴暗系的啦 是 那燕拓呢 最佳影片应该还是会是 年少时代 对对对 尽管我也觉得 鳥人是比较强大的建议 也是个人私心喜爱的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遗珠 对不对 两位可不可以说 今年的遗珠是谁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遗珠 对我来讲 是杰克霍伦 好多部片 就是像他今年有这个 去年啦 有这个独家新闻 他有一部这个Enemy 一个有点魔幻 一个其实是 非常精准的去诠释 一个小到嗜血的 小到这个狗仔队的 狗仔人物的 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不管哪一个 他在讲角色的诠释 跟演出上面 都非常的精彩 那甚至先不要讲这个 因为这两部片 其实是在入围名单上 完全没有看过 我觉得可能太过 太过暗黑了 就是就 或者是宣传 因为这两部片 也比较是独立制片一点的 对 他比较不是这么大的片子 但是杰克霍伦 不管哪一部 就是说都展现了一个 非常饱满的 这样这个演员能量 那个是我觉得 就是说 断背山的时候 你还觉得 这个人有点被 那个lighter打着 打趴了 那但是现在 你就慢慢看到 就他演商业电影也OK 演王子也OK 但是演这样子的一个 角边缘的角色 也非常的迷人 但是两部片都没入围 就觉得 举几手啊 就是只是会打枪而已 就不行不行 那甚至是我觉得 暗黑冠军錄里面的那个查明 大家以前都觉得他是 应该说是南花瓶 就是说 凶大无脑的 但是这次你也看到 是凶大没有错 而且是演摔角手 但是那个肉会演戏 就这样被打趴 然后 那即使是呕吐的时候 你都觉得就是说 那个这个人 他知道自己不够聪明 他也就是说 只会摔脚 但是那个感情 他的那个讲不出来的苦处 完全地表演出来 真的非常精彩 是 所以燕拓的遗珠是谁 你敢反驳吗 我的头号遗珠是卡农的 永赖政 我也是 他真的太不入围 但是的确 我相信这部电影 踩到很多痛脚 就像刚刚 昨天有说 寂寞星图 他的题材 对好莱坞而言 可能是一个 还很敏感的题材 所以很难在这种 大评审团的制度里面 可以出现 但是的确我觉得 从这部片 你看他瘦那么多 两眼血丝 然后正邪难分的那种 而且他演出某种决心 然后某种完全要向上爬的 那一个无人可挡的 那一个意志力 我觉得那个东西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那个踩到的痛脚 其实踩到我们的痛脚 应该说踩到所有中产阶级 努力向上爬的人的痛脚 对 今年的遗珠 还是一样非常的多 没错 还有卡诺 怎么可以不入为最佳 外语片呢 今天非常感谢燕拓跟袁林 帮我们分享奥斯卡的预测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